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开始学习工业机器人操作与编程。 这节课我们了解一下该课程的相关内容。 课程定位 工业机器人操作与编程这门课是培养学生工业机器人实际应用能力的专业课。 课程的目标是使学生掌握扎实的工业机器人操作、编程理论知识熟练的操作技能。 并能将这些知识和技能运用到工业产品的制造中,培养和造就具有崇高理想、德才兼备、专业数字较高的综合型人才。 该课程面向的对象有职业院校的相关专业学生,其他对工业机器人相关知识及技能感兴趣的社会学生。 该课程的教学目标 4. 掌握编程与编程方法 5. 掌握工业机器人程序调试方法 6. 掌握机器人机构设计、运动分析、控制和使用的技术要点和基础理论。 7. 会编制工业机器人绘图、搬运、马舵等程序。 8. 会对工业机器人绘图、搬运、马舵等程序进行调试。 8. 完成课程及通过考核人员需具备专业数字。 1. 遵循工业机器人安全操作规范、完成工业机器人系统的安装和调试、信号配置。 2. 依据维护手册对工业机器人本体控制柜进行定期保养与维护。 3. 完成对工业机器人系统进行基本参数设定、视角编程和操作。 3. 发现工业机器人的常见故障,必依据维护手册进行处理。 4. 完成工业机器人的系统数据备份及恢复。 5. 使用机器人仿真软件构建机器人工作站,并对其进行编程与调试。 5. 授课内容及教学安排。 6. 模块1. 课程简鉴。 7. 授课内容课程简鉴。 7. 教学目标。 7. 了解本门课程的授课内容及其地位。 7. 模块2. 工业机器人基础知识与手动操作。 7. 授课内容1. 工业机器人的基础知识。 2. 工业机器人的操作规范与安全。 3. 工业机器人试教器及手动操作。 8. 教学目标。 8. 掌握工业机器人的组成。 9. 理解工业机器人坐标系的意义。 9. 牢记工业机器人操作规范和安全知识。 10. 能使用试教器在关节坐标系下。 10. 安全操作工业机器人,并进行工具坐标系与机坐标系设置。 10. 模块3. 工业机器人绘图操作与编程。 10. 授课内容。 10. 程序结构与编辑。 10. 标定工具坐标系和机坐标系。 10. 视角绘图程序。 10. 教学目标。 10. 能理解工业机器人程序概念。 10. 能掌握机器人的相关编程指令。 10. 掌握标定工具坐标系和机坐标系方法。 10. 模块4. 工业机器人搬运操作与编程。 10. 授课内容。 11. 工业机器人搬运平台准备。 11. 工业机器人搬运视角编程。 11. 教学目标。 11. 能理解工业机器人程序概念。 11. 掌握工业机器人的搬运相关编程指令及相关参数。 11. 使用视角器进行工业机器人的常用操作。 11. 使用编程指令正确编制搬运控制程序。 11. 模块5. 工业机器人马舵操作与编程。 11. 授课内容。 11. 工业机器人马舵视角编程。 11. 教学目标。 11. 掌握工业机器人马舵相关编程指令。 11. 掌握工业机器人马舵算法。 11. 实现马舵程序。 11. 本节课到此结束。 11. 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12. 掌握工业。 12. 掌握工业务业。